大家好 歡迎收看5月14日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欣宇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見到 在香港附近南面 在南海北部有一道雲帶 不過看到慢慢的雲帶就是遠離本港 我們慢慢都會見到不少的陽光 我們今早早在學長的鏡頭看出去 都可以見到天上仍有些雲 不過雲層都開始轉薄 至今早早各區的最低氣溫方面 就是介乎21至23度之間 其實我們今天受著一股乾燥的偏東氣流所影響 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 大致天晴 一間天氣乾燥 最高氣溫大概是在28度左右 方方面會吹和換至清淨的偏東風 留意現時紅色火災危險警告是現正生效 我們預計未來兩三天 我們會繼續受著這股乾燥的偏東氣流所影響 不過去到週末至下週初 這個偏東氣流就會逐漸被一股偏南氣流所取代 屆時我們在預報圖上都可以見到 這些綠色黃色代表著一些雨區 就會影響著沿岸地區 或帶來一些趙雨和淚暴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未來兩三天 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日間天氣乾燥 到週末期間就會有幾陣趙雨 到下週初的時候 天氣就會不穩定 市民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祝大家有愉快的一日 再見 再見